哎 金站长 你这不是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 正看电视呢 我突然想起个事情 我记得上次您跟我说过 你们村有年轻的人 参加什么唱歌比赛是吧 他什么时候开始比呀 我刚才和我女儿 正在看网络直播呢 我们好给他加油啊 这个孩子呀 叫王一鸣 具体什么时候比赛呢 我也拿不准 这样吧 我帮您问问 再告诉您 好好好 抓紧时间啊 好好好 你别说 咱们村王一鸣啊 八字还没一瓶呢 参加比赛就惊动了 镇上的文化站站长 级站长 万一他入选了以后啊 真保不准他 整出大动静来 老红啊 咱们村这么多年了 就没出过什么像样的 文艺人才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就一下美兰 一人独大 独霸舞台那么多年 你说是不是 黄小美 你们几个呀 是对人家下美兰有成见 下美兰除了有些清高 没别的毛病 论个人才华比你们强多了 你们哪就是大波轰 单拎出来唱一个 跳一个试试 傻了吧 一提下美兰 你那么亢奋啊 怎么着 我们就是看他不顺眼 你能怎么着 那是清高吗 那是尾巴都跳到天上去了 红长友 我问你 如果说这次 王一鸣真的被选上了的话 咱们本着公平公正的奥林匹克原则 你说 是不是应该王一鸣代表咱们村去参加会议 你说 他这儿八字还没一瓶呢 我说的是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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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没有呢 你说咱儿子是不是落选被 被帅去了 又说丧气话 什么叫丧气话 你 你找啊 哪有啊 对对对对 估计是儿子买电话了 喂 王不开 表哥 这么晚啥事啊 我这儿正看电视呢 你们家儿子 什么时候比赛呀 我今天翻遍了电视台 没找见他呀 他什么时候参加比赛 在哪个台呀 表哥 这事你算是问着了 我还真不知道 你不是跟我保密吧 我告诉你 刚才文化站站长 纪站长刚给我打完电话 说现在大家呀都很关注 你赶紧告诉我 我好给纪站长回会儿 你看这这这这又不是银行密码 我看你保什么密啊 我真不知道 你怎么当个地儿 你这地儿也太不合格了 你赶紧问一下 我好给人回电话 姐 那你就这么让她走了 我也不想啊 可是等我想起来 要找她的时候 她早就没影了 那她这么帮你 还不求回报的 是不是也太单纯了 那她帅不帅 是不是个暖男行的 孙默默 看你这画质上又发作了吧 那你像画质 现在想想 那个男孩长得挺朴实 也挺讨论喜欢的 就是个大男孩 小仙肉还是个暖男 应该算是暖男吧 当时我都快被人冤枉死了 哪有心情去关注那人 长什么样啊 好 好远哥 就等你了 快快快 快进 快进 我坐坐 请上座呀 坐坐坐 来 来 各位坐坐坐 坐坐坐 等了挺长时间吗 没有 我们也刚来 这人都到齐了吧 齐了齐了 这倒是特意准备啊 哥 这太不好衣服了 他们是前辈吗 怎么看着不像 是是 正好 正好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不算很快啊 就是啊 是这样的啊 这本来呢 网界的前辈说要来 但是呢 忽然 太忽然了 就有事了 这几位呢 都是前辈的助理 那也欢迎大家 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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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不是说过了吗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那什么 好不容易你接我电话了 我这儿有个歌手 小阳女哥明会参与一下 这儿正好有个局 过来一块儿聊聊呗 我不去 没空 你看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是不是 咱一块儿吃个饭 我跟你不是一路人 吃不到一块儿去 对了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们这个歌迷会 就是些爱好音乐的 年轻人的自发组织 是永远都不可能 加入到你那种组织的 烦死了 姐 又是陈浩宇啊 那她是惦记我们歌迷会啊 还是惦记某个人啊 姐 她不会是在追你吧 谁管她是不是 就算是 我也看不上她 爸爸 喂 爸 什么事啊 你这不像话啊 走这么多天了 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 爸 心里还有你妈妈 不 还有这个家吗你啊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打 是事情她都忙不过来 再说了 也没什么好消息告诉你 行了 那不说这个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场都在 大电话问了 我问你什么时候比赛 哪个频道啊 那个 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怎么可能你不知道呢 赶紧告诉我 你现在站上级站长 还有村里边哄住人 都挡着听消息了 我唱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呢 现在那么多人都关注我 我就更不能说了 免得大家到时候看我笑话 对了 爸 先这样 还有事呢啊 我 我 不是 上去 赶紧 和我 你不能说 你不太有意思了 我 你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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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算 你不能说 我 你不算 你不算 静在座哥哥姐姐们一杯酒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比赛 多帮忙 多支持啊 来来来 来啊 我先干为敬啊 这怎么办呢 你说 那季战长还等着呢 你给儿子再打一个呗 你刚打完电话他都不跟你说 他能跟我说呀 那你侄子陈侍飞没准跟他在一块呢 给给给你侄子打一个 不打 媳妇 别生气 来来 求你了 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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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就是胜利 你得再坚持一会儿 你要一休息啊 一会儿全都忘了 多练几遍就好了啊 李慧 沈子 你怎么才来呀 什么叫才来啊 我这就走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下面完了 就这么几个人 你还在练呢 你可真认真 当然得练了 一起跳呗 不一起了 我走 我还把李慧带走呢 我找他有事 你等等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可以不参加排练 但是你不能来捣乱啊 你这眼里还有没有组织 有没有集体荣誉了 组织是你一个人的 荣誉也是你一个人的 跟我们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这 走吧 李慧 不能走 李慧 这是集体荣誉啊 你想好了 李慧 行了 赶紧走吧 李慧 李慧 沈子 别理他 太嚣张了 这上面 没有日期啊 没有日期啊 没有日期 他要是一百年不光我 我也没办法呀 不行 我得让他给我补个日期去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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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我一跳你 你站在干啥 我 没事啊 我路过 路过 这要不是路跑 你露啥锅 赶紧回去睡觉 洪主任 洪主任 主任 你夏北楠的 有事吗 主任 我跟您说吧 今天去跳广场舞的 一共就去了七个人 七个人哪 干吗呀 给我演葫芦娃呢 主任啊 您得替我做主啊 您要是不做主的话 我这工作没法做了 练伴舞就去了七个人 可不是七个人吗 那后来李慧还被叫走了 谁叫走的 还能有谁呀 猪会计 猪学师的妈 陈英 所以我说这背后 一定有一个大阴谋 有一个大阴谋 嗯 哎呀 夏美兰哪 还是你想多了 会不会有些特殊情况啊 特殊情况 那会有什么特殊情况啊 比如说 王一鸣啊 马上要在电视台参加比赛 大家现在都着急着 在家里等着看直播呀 是不是 再者说了 过去咱们村无论是 巡武还是歌伴舞伴歌 都需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是不是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 出现什么问题了 我 我啊 我工作方式方法有问题啊 嗯 我忙前忙后抛家舍业的 怎么我的工作方法 还有问题了 有问题 我 那 那都 那怎么还是我能做 不要拦过了 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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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谢谢你了 太谢谢你了 哇 这心里太舒坦了 太给我长脸了 我问问你 你不去跳舞还有理了 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们在家放假看电视啊 他们不去练舞 是不是都是你指使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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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绝对没有 我就是把这个事情的经过 跟他们讲了一下 但主要是陈英他们 他们决定不去的 跟我没关系啊 他们还不是看你的脸色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是我的老婆 你是干部家属 做事情要注意影响 你看你现在闹的 你竟给我添堵 我怎么给你添堵了 夏美兰没来以前 我们是不是愉快而美好的一天 她一来了 给你添的堵 对不对 你怎么能爱我呢 我不能说她 她又不是我的老婆 你一下就把你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你是不是巴不得 夏美兰是你老婆呀 你怎么就跟我俩人就能耗子 在这扛枪窝里横呢 你太过分了啊 谁是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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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 谁是耗子 耗子是老鼠 老鼠怎么着 反正我不是 你说清楚了 谁是耗子 谁是耗子 谁知道 谁是耗子 谁扛枪 怎么着吧 妈呀 火腰味挺浓啊 干吗呀 干吗呀 没打架 正常说话 对 我们说话呢 别来了又走啊 你们聊吧 那行 嫂子 你忙啊 打听得怎么样了 电视台什么时候播出啊 都大听清楚了 我来了 就是向您汇报这个事情 不过汇报之前呢 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保洁元那事 给我加三百块钱工资 跟我提条件是吧 那就不用告诉他 走吧 不不不 啥叫提条件 反正就是 你不给我加工资 我就不告诉你 什么时候直播 那你就爱告诉不告诉 我就不怕有人要求我了 走 走 我告诉你 走 走 我说还不行啊 别说了 别 你看 明天十点直播 不用说了 说了我也听不见 赶紧走吧 别影响我睡觉 本来想偷吃鸡 鸡一没偷成 丢了把米 你别动我的招财鱼 你别动了 你别喂了 你别喂了 你什么呀不就两条破鱼吗 你什么都当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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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喂过了 我跟你说嘛 我的鱼你就别动 好好好 不动不动不动 刚才你在院里和谁说话呢 小琪 吓了我一跳 怎么了 她怎么吓你一跳了 小琪刚才啊 鬼鬼祟祟的 趴在咱闺女的门口 我得偷看哪 看啥呀 深更半夜的 就是 她看上相遇了 应该不至于啊 你说她只是个小学徒啊 咱闺女可是大学生 心里还装着王一鸣呢 就是啊 不会当然更好 不过有空你可敲打敲打小琪 她可在咱家住着呢 让村里人传出啥鲜话来 相遇咋做人呢 就是 我就觉得小琪啊 有点不大对 你看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我又老觉着最近小琪老和相遇在一块 他俩这是 这是要干啥呀 怎么样 都了解清楚了 我问清楚了 比赛时间呢 是明天的上午十点 如果您还想了解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呢 再帮您打听 老红啊 王一鸣参加比赛这个事 是你们村 也是咱们全镇文化工作的一个兴奋点 如果把这个点打好了 说不定对咱们镜的文化事业 就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呀 你们村经济生产一直抓得不错 但精神文明还要上个新台阶 两手都要硬 两手都要抓 你看这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走出那个王二妮 人家把演唱会都开到人民大会堂了 还有那个老季的白毛鸣唱歌的那个小伙子 就老唱那个 山大南游 就那个叫什么宝宝 也开到人民大会堂了 人民大会堂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那是我们基层干部非常向往的呀 我到现在都没进去过呀 还有那个谁 那个老川苗 唱歌那个长得比你还土的那个 那个家伙 说家乡都成旅游景点了 老红啊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这些事情 你得关注啊 你得从支持村民实现梦想的高度 来看待这个问题明白吗 您就放心吧 纪站长 我一定要深刻领会您刚才的指示 我要站在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度 来认识这个兴奋点 我一定坚决支持村民们 实现自己的梦想 好 对了 那个保洁员的事情落实没落实啊 保洁员的事情 纪站长 正在落实 您就放心吧 好 好 那就先这么说吧 明天还有什么情况 咱们再通话 好吧 好 一共就去了七个人 李慧还让我给带走了 比如那夏美兰心理 该多难受啊 人家夏美兰都是为了村里的工作 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那我不对 那我们辛辛苦苦排练好的节目 不让我们参加会员了啊 他们就对了 不要以为你们都是村干部 一个班子的就灌灌相护 谁灌灌相护了 你 你们 我们 我 红主任 有什么指示啊 这个保洁员的事情啊 还没有解决呢 王不开的态度呢 依然非常的强诚 你说说 咱们村委会啊 应该怎么办 红主任 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妈说了 如果王不开不愿意干的话 他就干 真的吗 夏宇 你说小妻你这心 还能再大点吗 我不就是没写换侃日期吗 还能不还你钱了 这大晚上的 叫我出来瞎挣扎什么呀 我现在就是没上班 没挣钱 挣钱了 我是不会问你借钱的 夏宇 要不就别写了 你这么说完 我感觉我都不是个男人了 行行行 赶紧给你写了 省得你晚上睡不着 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 那就好了 即使爸 本身我也没想这么戏 但是呢 我父母说了 这个在钱方面 一定要先小人候君子 避免以后发生更多的麻烦 我知道 你说得对 你说得特别对 给你 满意了吧 能睡着觉了吧 行 你放心 以后呢 我尽量不问你借钱 我再问你借钱 我就害怕你吃不下饭 也睡不着觉 你 你这话啥意思啊 你不理我了 别跟我说话 不行 并求你孩子 SARS 你 treatment 浩草膜膜 brainstorm 那干啥坏事呢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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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没干啥你紧张什么 我真的没干啥 我警告你臭小子啊 在这儿当学徒工就好好学 别整那些没用的 我真啥都没干 啥都没干 这是什么东西 没啥啊大爷 给我看看 真没啥 拿过来 真没啥 真没啥大爷 走了啊 快 爸妈 小刀 小刀啊 你咋突然就回来了 就是啊 别 别问了 别问了 快给我做点饭吧 饿死我的是打老远跑回来 我去给你做去啊 好 快点啊 瘦了呀 学校太忙了 学出师嘛 你的学校是吃不好睡不好啊 别 别问了 问问 我马上给你做啊 好嘞 说 你猜我晚上看着啥了 我哪知道你看着啥了 我看着湘玉啊和小琪 黑灯瞎火那俩儿在那儿 不知道干啥呢 湘玉和小琪 湘玉不是跟咱家一鸣耗着呢吗 咋跟小琪 我们一起和到一块去的 你咋知道不会啊 你想啊 咱儿子没考上大学 以后发展成啥样可不知道 小琪可不一样 他正在学厨 保不齐以后就能开个饭店什么的 没挣的钱没准还不好赏呢 他 刘大刀什么人啊 你心里比我还强的 就人钱 保不齐他们家 就看上了小琪 他比咱儿都有钱他 我觉得你别这么说 相遇这孩子人品挺好的 而且挺厚的 对咱一鸣也好呀 就怕人心割肚皮啊 就怕人心割肚皮啊 怕心里什么想的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郁闷 你说咱儿子咋就没考上大学呢 你不是不同意他俩好吗 咋了 改主意了 改什么主意 我当然不同意 打死我也不同意 我就是生气 我咱儿子连小琪都不如啊 什么事啊 行啊行啊 你瞧你想着乱七八糟 睡觉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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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姐 你陪我去找他一鸣哥呗 你找他干吗 外面学校 这不组织歌人用比赛吗 那个 我让一鸣哥帮我选选歌 烧带酒的 再给我们指导指导 他唱歌好 你忘了 郁闯儿子 我是让你学厨师的 谁让你学唱歌的 你这整那些没用的呢 这怎么叫没用的呢 我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 这事吧 我正经来管 这都归我负责 可忙了吗 文艺委员 你是文艺委员啊 爸 我姐她什么意思 看不 看不 看不起我怎么办 不是不是 叔弟 莫正义 没有 我就是没做好心理症 不 陪我去拉走 我自己给移民额大 不用打 不用打啊 她比赛去了 什么 比赛 那个 比 比什么的 电视台那个神 神州 最强音 神州最强音比赛去了 神州最强音 对 不 你们没骗我 你知道啊 那比赛特别厉害 我这下可有得跟同学吹了 比赛还没开始呢 吹什么呀 等晋级的再说啊 肯定能赢啊 你好好吃你的饭 够不够吃啊 够够够 来 好嘞 齐活了 来 来来来来 好 哥 这会不会太高太乱了 你别动别动 这个你不懂 在舞台上就得这样 别动啊 这 好的 这个 按理说呀 应该还得换个颜色 今天时间太仓促了 这个 来不及了 换啥颜色 换什么颜色 都比你这个颜色强 别动它了 算了吧 我才不听你的 你再帮我看看我这嘴角 是那个郁青消了没 比赛有那事还特别镜头 我看看啊 你转过去太黑了这边 好 好 刚好冲着阳光 来来来 我再给你铺点粉啊 来 那么早看电视啊 小刀还睡着呢 我看看预告 怎么了 你那是看预告啊 我感觉啊 你是在担心你的钱 提钱多俗啊 我关心的是投资 我们投资能不能回来 这有错吗 你什么时候有过错 你啊 永远正确 那湘玉啊吃饭了 老远就听见的美女 帅哥对战 怎么回事啊 你爸又在找那个频道呢 你快告诉他在哪个台 在什么时间波 免得他摁来摁去摁来摁去的 把那遥控器都给摁坏了 我不知道 这这这都转了一圈了这 闺女 那个比赛是什么时间呢 你说你把钱都给拿了 你这得知道时间呢 爸你着什么急啊 着急也没用 我真不知道 不告诉我是吧 你不告诉我 我得有办法知道 你上哪儿知道了 你不告诉我 我不会去问啊 向远啊 嗯 你还真的不知道啊 我能不知道吗 我就是故意不跟我爸说 你知道我爸那个人 知道什么事到处乱说 雨明说了 怕自己有压力 怕紧张 不让我说我才没说 那你给我说说呗 那我跟你说了 你可别跟我爸说 好好好 媳妇 把我水杯给我拿来 自己拿 来 这擦得没完没了啊你 轻点儿 屏幕都擦坏了 把电视擦干净点儿 我儿子在里边唱歌 我看得清楚 咋啦 不让擦呀 行了 行了 来来来来 帮我看看 你说你擦那么亮 有什么用啊 儿子的比赛 还指不定能不能赢呢 王不开我警告你啊 今天这日子你再说这种话 小心我给你吵架 吵架我得说 就咱儿子水平 能赢的几率也就是百分之五十 那要是赢了脸上有光 万一没赢呢 出去多丢脸啊 那你啥意思啊 这电视就不看了 那你昨天晚上 跑到人家洪主任家去 跟人家说比赛时间干嘛呀 我琢磨了一宿 昨天这事我做得 确实不理智 给我点冲动了 王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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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刀 不会又出啥事了吧 我懒得理他 你去会会他 王不开 等 等会儿 又干啥 不能跟你俩制造 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王不开 快去 你个小心眼啊 王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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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这人干啥呀 在我们家门口里 喊什么呆叫的 那个 有个事啊 我想来想去的 我还得问你 啥事 这你儿子几点比赛呀 电视台节目几点播呀 你得告诉我吧 凭什么告诉你啊 你儿子猜率费是我家出的 我 我得有执行权吧 是吧 要不然那太不公平了 再说了 我得早点知道你儿子的输赢 咱俩好算账呢 哎呀 咱这么说还真有道理啊 哎呀呀呀呀呀 我就不告诉你 王不开啊 说傻话呢你啊 怎么 你这等于是不按常理除牌呀 拿钱不认账啊是吧 哎 刘大刀 这话咱得说清楚啊 不是我主动拿钱 是你女儿缠着我儿子 你主动拿钱 这叫事实胜于雄辩 对吧 我闺女好心好意 支持你儿子比赞 你说啥话呢你 我告诉你啊刘大刀 你今天就把话说出话来了 我也不告诉你 我儿子比赛时间 你要不告诉我是吧 怎么的 哎 干啥呀 还钱呢 要钱钱没有 要命命一条拿钱 你要不告诉我 我不给我钱是吧 怎么着 我上你家的拿东西 你干啥呀 你上我家 进我家门给我出去 你放开我 我还救我出去 放开这 进我家门给我出去 有人 你怎么开车呢 闭嘴 吵什么吵啊 吵什么吵 这大喜的日子 住手 走 住人啊 我心里边我实在我憋不住了我 我们家拿这么多钱 让王一鸣比赛去 咋跟我说话呢他 比赛时间不告诉我 我今天非把那钱要回来不可 事先不是协赏好了吗 输了 不还钱赢了还两倍 现在王一鸣还没比赛呢 你怎么知道他肯定赢啊 以前我输了不算 我生气 你生什么气啊 你不是就想知道 比赛时间吗 我现在告诉你 上午十年 回家看电视去 还来得及 还生气吗 你说的吧 跟他说的两码事 两码事 行了 你呀 是我姨家的表弟 他呢是我孤家的表弟 现在咱们村啊 要争取获得精神闻兵村 你们这么闹 不是往我脸上我可以吗 不是那倒不是主任 不就是我们家 拿这么多钱 让王一鸣比赛 是吧 我 我就觉得 我溜大刀你知道吧 在村里也算不上场场面人 是吧 但咱也没丢不上人 行行行行 咋都不说 我告诉你王不堪 别说你儿子还没成事 就算你儿子真成事 我也绝不跟你家做亲家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拿亲家 我告诉你 又拿他回家 你别看电视 我还就不看 他他他 表哥去去去 表哥表哥去哪去哪 再敢瞎瞅瞅 我给你俩大嘴巴子信吗 表哥你干啥这么多人呢我 这么大岁数 不好好想想 一鸣啊 马上要比赛 他知道你这么胡闹 有心情比赛吗 哪儿轻哪儿中啊 你得轻哄了 不怪我 他来找茬还要跟我打架 你说话 怎么不怪你啊 没够跟你废话 你们家这破车 我说过一百回来 非哥这门口 我能让你去 混蛋 慢点开车啊 我下去了 走吧 回家看见是不是 我听说 他们家一鸣 今天算了 不得呢 也不知道能唱得怎么样 嘿 如果有个事儿 你这个 是不是 大刀家的香蜜 一字很容易不怪 是不是 可前两天晚上 我看到她们 我脑子就没了 一几盒子都没了 一几盒子都没了 我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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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了 夏主任 怎么不回来看电视啊 看什么电视哪有光 让你媳妇赶紧来拍练啊 主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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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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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夏主任 你 你找我 对对对 我等着您呢 什么事啊 哎呀 主任哪 嗯 我也是本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还有对咱们村文化工作的重视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跟您认真地谈一下咱们村啊 这个歌伴舞的事儿 你看啊 这关系到咱们村在市里的文艺地位 所以我希望主任啊 能够高度重视 我不够重视吗 不不不 一直挺重视的 我是希望主任能重视出一个高度来 你 你 你要到底说什么吧 嗯 我到底要说的意思就是希望 把主任能够做一下舞蹈队的工作 让他们啊积极配合我排练 你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影响到咱们集体荣誉 是不是 是 这目前是咱们村最大的事儿了 我排练哪 我没有反对过排练 但是今天的排练要放一放 放一放 嗯 主任 这再放可就真放下去了 哎呀 今天是王一鸣电视台比赛的日子 大家都愿意待在家里看王一鸣比赛 你不能违背大家 是不是 你要尊重大家的意外 主任哪 嗯 我就不明白了 那大家都觉得王一鸣比赛就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你作为一个妇女主任 应该有全球管理 嗯 行吧 那您的意思就是咱不排练了呗 先不排练了 对了 你叫上朱全士都到苏委会来 啊 开会讨论啥呀 看电视 看电视 咱村里还没带有人上过电视呢 嗯 怎么了 哎 哎 你怎么给我关上了 不看啊 谁也不看 你刚才让让要看呢 这会儿又谁又不看了 我跟你说啊 你跟这个王一鸣坚决一刀两断 从此以后咱们跟王家啊 井水不犯河水 不对 是不共戴天 这怎么还不共戴天一样了 怎么了 我光不开说你 缠着他儿子不放啊 说你上杆子主动给他儿子花钱 说你 哎呀 我太没面子了 我简直就是耻辱 闺女啊 你跟这个王一鸣坚决划清关系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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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 哎 怎么 哎 怎么不看电视啊 今天一鸣坡比赛 那这节目我还想看呢 你真是 不看电视你 哪个台来的 你看什么看呢 不看 谁也别看 不看 怎么怎么了这是 行了行了别管了 来 哪儿哪儿 哪儿哪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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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Genie 我又没在了 真是呀 一鸣 看见没 那些就是歌迷 如果你唱得好 他们就开始喜欢你 所以 千万别得罪他们 一会儿对他们笑啊 可 可是我不认识他们 我以前也这么觉得 哎 同事们同事们 咱们牌子举起来 一会儿再要选手来的时候 咱们嗨一点 对 就情绪起来 一张一张一张 一张一张 我们的姐姐 来 加油 来 加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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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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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啊 你 你也参加今天的比赛 那我会关注你的 谢谢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 姐 她是谁啊 认她 这还保密啊 不愧是你的秘密男朋友 对 我是你的 她就是昨天晚上 我跟你们说的那个暖男 暖男 你这就说 不是 你要是你 你还 那我 就不愧是你 看见了 你还我 你别说 你现在就没有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立 años 我去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叔还有点事 想跟你唠叨唠叨 你跟一鸣以后能不能成啊 两说 但是叔希望 你现在别做对不起一鸣的事 叔 你这话啥意思